民进党第一文档梁文杰的外省特权,大臣一包村的法律定位出探 民进党第一文档梁文杰先生有所交锋,面对他不断地扣帽子说我讨厌他,怨恨把大臣人说得贪得无厌,看来我有必要好好谈谈台湾所有的大臣一包当时来台居住的村落 不过,我是以网路上的资料简单谈一下,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参考一下 PWORD 大臣村,大臣一包蒋介石,胡宗南,梁文杰,省级,特权,第七舰队,金刚计划,大臣地区来台一包就业辅导委员会,生存照顾,美元 定义,一,大臣一包,1955年2月7日至2月12日时,中华民国国军与美国第七舰队以金刚计划从泰州列岛上的大臣岛撤离18000余名的大臣居民 2.大臣一包村,大臣地区来台一包就业辅导委员会在全台12个县市,新建了35个大臣新村,提供大臣一包居住的住宅 1.事实概述 大臣一包村主要为美元经费新建地上物与国家提供土地为之,所谓美元经费主要就是美国当时会定期拨款给蒋介石政府的不定金额,通常会指定用途,但常为政府另做他用 大臣一包村有美元补住购地,美户按人口比例分配1.5至2平土地,由政府发给中美赠屋契约书,后可用该契约书换取同等面积的土地权状,大臣一包的房舍均为政府无偿,免税赠予至今双和地区共4万多人,占大臣一包总数进半 2.从大臣一包村新建经费来源,土地论其非法与违限性 2.政府提供资源供大臣一包为就业,居住本为履行国家对人民生存照顾义务之一种形式,但以应力求与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相当,不得超过达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给予明显过度之照顾,是自485号解释参照 大臣地区来台一包就业辅导委员会乃一行政机构,对人民给予土地与房屋权利之行为为高权行政,给付行政,据是自第443号理由书又关于给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规范之密度,自教限制人民权益者宽松,躺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项者,应有法律或法律授权之命令为依据之必要,乃属当然,大臣一包的房舍均为政府无偿赠予,土地不动产乃属于全民之巨额资产,当然为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项,大臣 地区来台一包就业辅导委员会行使职权并无法律授权,其顿入司法之国库行政授予特定人民土地不动产之行为自使,当然,绝对,确定无效 另,为维系大臣一包之生存照顾,以无偿赠予防舍之行为实属过当,国民党政府迁台以来未曾对任何族群有此待遇,包括眷村一开始为无偿借贷,后改建其居民必须提供一定额度自付额,低收入互居住也不过补助租屋而已,依相同事物相同对待,不同事物应不同对待平等原则,大臣一包受无偿赠予不平等,此行为侵害了全体国民对土地的共有,违反了世代正义,对一般人民更引起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以美元经费而言,过去蒋经国曾将供于农民退伍专用的美元挪用为中部地区的东西横贯公路,三八年时为作为国军退役的四千多万美金除了用作他图外,亦禁止其退役,所谓美元经费之运用竟取决于执政者的意愿 美元经费的对象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领售后则为国家资产,蒋介石挪用之后为经立法监督,行政机构滥权滥发土地房屋,除了对国民权利是一大侵害之外,如此图利特定族群亦严严重破坏政府行政的正当性 三,法律部分小节 从行政行为看待,当时蒋介石胡宗南等人的行为非法,从法律行为看,大臣一包获得土地不动产之法律行为自使,当然,绝对,确定无效,由于无信赖利益可言,政府应追讨其不动产与不当得利并加计利息,对违法官员亦应追究其责任 四,讨论 以上是我简单写的大臣一包村的法律定位初探,我也有了新发现 一,大臣一包村是国民党无偿赠污始作俑者,是台湾史上最不公平的外省特权 由于大臣一包凭借蒋介石胡宗南等人的热爱,行政机关非法滥权,法理如上所述,大臣一包无庸负担任何金钱上不利益即可免税获得赠污,远比眷村人获得更大利益,除了在此向眷村人致歉外,因为我拿眷村与大臣类此,对史上最不公平的特权一表声讨之意 二,梁文杰尽好意思援引三英部落,撒乌瓦之河滨部落被朱立伦破迁,西州部落,三英部落被周袭伟破迁,台北市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地居民被沉水扁,外省权贵陈师梦破迁还死了人,政府推土机的残暴一向恐怖 但民进党第一文胆梁文杰尽好意思援引三英部落来往自己脸上贴金,我们现在就来比较一下民进党第一文胆梁文杰与原住民的不同 A,永和大臣村园为新生地,但后可一圆土地大小向政府换地换屋,民进党第一文胆梁文杰拿原住民类笔,请问原住民哪一个像梁文杰之类的人这么好命能拿地气来换地,原住民的地都被汉人抢光了 B,大臣村民只有自愿出去的,有谁被赶出去的,梁文杰你被朱立伦,周袭伟还是陈水扁,外省权贵陈师梦派推土机赶过吗 三,这难道不是省级特权?根据梁文杰自己的说法,他家人被安排工作的一大堆,还有那些中党爱国的情操这不就是无奈得张茂贵所言NB体制的在线,外省人除了黑官漂白的贾等特考与许多军官转公教的省级安排工作特权,有哪些非大臣外省人谁能向梁文杰家族这么好命? 四,梁文杰自己的说法前后极矛盾?先看两段梁的说法 W.C.Wenture于2010年2月18日9点28分 大臣人来台的分配住所,似乎是按原来在岛上的职业来划分的。我爷爷在岛上是做小生意的,就分配到永和。我外公是渔民,就分配到高雄陵园打鱼去。也是石瓶屋,后来是身体实在不好,才想办法北上到永和大臣村租屋谋生。先是学做大臣年高的手艺,后来才有机会到调查局当个工友。下掠 W.C.Wenture于2010年2月18日19点回复 Blackjack先生,我家在永和大臣新村并没有房子,下掠 我并没有指控梁文杰住在永和大臣新村,我只说永和大臣新村跟原住民比太夸张,很明显梁文杰又在歪曲事实。但我现在要公开指控,梁文杰家族至少获得粮储土地分配,以下是他的证言。 1.高雄,我外公是渔民,就分配到高雄陵园打鱼去。也是石瓶屋。 2.永和,我爷爷在岛上是做小生意的,就分配到永和。 2.梁文杰说他在永和大臣新村并没有房子,我也没说他在永和大臣新村有房子,但国民党对梁文杰家族的厚爱及其惊人,居然分两栋以上。 5.梁文杰论证的荒谬 民进党第一文文杰梁文杰不但对自己的话很会忘,回应我的话也凑不到一起,不断地把我的话乱引申,难道我每回应一次就要拍照存证一次? 我说明他讲的事实就变成我讨厌他,怨恨把大臣人说得贪得无厌,民进党第一文文杰梁文杰你为什么不看看自己的嘴脸,看看我提供的论证与事实,看看大家会认为谁贪得无厌? 难道你梁文杰认为政府应该无偿给房地给你们这些外省人? 难道你梁文杰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公务员粮缺,爽缺给你们这些外省人?你自己都说外公从年轻时就身体不好,如果没进调查局有安稳的公家饭可吃,他可能早在三十年前就过世了,我讲的话哪里过分? 把梁文杰的外公算进去他们家族根本就是刚好而已,因为他外公还把薪水工梁文杰一家享用,这可是他自己说的? 我认为若是我引用梁文杰的话被他认为是把大臣人说得贪得无厌,那是他自己把大臣人说得贪得无厌 5,总结论。本文共三千字,法律讨论约七百字,也是简单论述。梁文杰自己的公述就是他们靠蒋介石,胡宗南等人得以吃公家饭生活稳定,他们家族至少在高雄与台北都有房子。 大臣一包的土地与不动产都是自政府那无常取得过程非法,不平等已如前述,这段法律思考完全要感谢梁文杰提供灵感,没有他扭曲我说话的原意,或许我没有动力去做进一步的探讨。 按照梁文杰的逻辑讨论他们大臣取得房地与他们的优惠就是讨厌他,怨恨把大臣人说得贪得无厌,那民进党过去谈眷村又算什么,我不是眷村人也看不下去梁文杰的双重标准,怎么了,梁文杰你吃那些吃得不脸红,梁文杰一谈到涉及自身的特权就变脸。 我有用什么情绪性言论污蔑吗,梁文杰你也不是三岁小朋友了,讲话要有证据,去绿营大本营看看那些只开头的言论吧,我讲的简直是白开水咯。 此外,或许我是台湾或全世界指出大臣村不平等,违法的第一人,以往大臣村论述都集中在国族认同,希望新的研究者能针对这史上最大特权令起炉灶。 Written by Blackjack 2010年2月19日